尾羊十八 尋尼坤对尾羊十八 除了这个坝和阴阳指缝以外 我们这个坝位具体的 就是以这条中心为剑 就是左边的水羊 这边是冲 这边是秋 冲是羊的 说羊的 这个秋冲是羊的 所以我们在取冲的时候 你取这足笔的 以东方的 冲天的 这个坝位为主的 就是叫圣羊 圣羊 这边是羊瓜为主 这边是樱瓜为主 这边是樱瓜为主 你看 为什么这么说 他这是从海味开始 我们这羊瓜 根位也是羊瓜 中位 政位也是羊瓜 这里是羊瓜为主 那这边呢 他从离味开始 离味是樱瓜 离味因为为什么从这里开始 它会下体 下体误实了 下肢阴生 下肢以后呢 属阴了 那么这个太极图啊 拽下了阴了 东智呢 阴阳生 这里是开始属阳了 从这里开始属阳 这里是狄位是阴华 鹏位是阴华 这个位也是阴华 这个前问是阴华 天位是阴华 阴华 天位是阴华 迅位是阴华 这三个都是阴华 开位是阴华 前含 更 正都是阴华 这是阴四个阴华 我们这个命啊 也是阴四命 这叫阴四八 我们如果这个命啊 所以这个就阴四命 东四命 西四命啊 所以我们现在不去怪他 这个是阴华 这边呢 以阴华为主 这叫圣阳的 这边呢 以阴华为主 我们叫资阴华 我们在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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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的时候 究竟你是东方为主 这里是东方 这里是西方 这里是西方的 这里是东方 以东方为主 还是以西方为主 东方是阳西深的地方 它是冲天啊 草木往生的时候 秋天呢 是草木掉灵的时候 所以这里是属阴的 秋天是属阴的 再向前走 它就到了冬天了 这里是属阴的 它越来越热 这里越走越难 所以这里是属阴华所应的 这里为什么叫生阴 这里为什么叫止阴 这里阳是深的 阳其实是上升 阴其实是下降的 太极图你看 就是这么学的 阳 身 阴 下 上升的 上升的东西 白人词 上升的都属于阳的 上升的 下降的都属于阴的 下降的都属于阴的 消极的都属于阴的 所以在这里边都是阳子 这里边都是阴的 那么我们就是 所以在祖方的时候 有几个有名的祖方 这一句话叫生阳塞灯 生阳塞灯 生阳塞灯 我们说是 这个我说过的是阳气 是谁神外物 一般就是草木发育 生脏 它主要就是靠到水分 为什么 这一经历米的六十四卦 它第一个就是藤卦 藤卦 它就是水神墨 意思 它就是生阳塞灯 一个是阳卦 它这就是寻法 寻法宋寻 两只二只 熊是阳光 尾弈 为意 它是这样 证也可以 训也可以 就是六个来处 开 开是神墨 墨神符 这个 证也是墨 训也是墨 这里就是我们用的相交的问题。 你如果是一个女性的,我们就去揚画,开正理。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病人,我们就去寻画,开寻理。 这有一个营养相交的问题。 这就是生阳塞症。 它是生的,就是阳气的。 这里面就是一个主要,你注意一下阴阳。 治疗女性的病人。 在意义以论治疗结病的时候,就是阴阳相交。 这个阴阳相交变得非常重要。 有卦为阴阳相交。 有卦型阴阳相交。 还有我们医生,还有阴阳相交。 这个我们是限制的。 那我们如果有两个医生,那还可以。 有个能性病人,用女的去治。 女的病人,用女的去治。 那我们只有一个医生,那怎么办? 来一个女性病人,可以。 来一个女性病人,我的打电话请沈医师给我。 那没办法。 所以这个相交我们没法。 我们是关于这个,在官务群上应该下交。 这个意义理论上最好都应该下交的东西。 这个叫生亚色情。 那这下面叫知云色情。 所谓知云色情。 它走的其实是云密。 云密就是云下交。 这个是亚,东方。 这个是云,是秋天。 秋天,那这个是圣阳的时候, 我们想做个神木。 以木为做。 那木有什么东西去赏呢? 就是以谁去赏。 以谁去赏的。 那在知音的时候。